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營土之業 我是欣 現在我向珠海斗門的護心路這一帶 今天帶大家看的這個項目 就是我們澳門上市集團 藍光集團旗下的藍光拍案 它的位置非常優越 很靠近我們的濕地公園 跟我們的鏡頭去看看 Mercase-CU・九角公園 HELLO 歡迎收看 Mercase-COP HELLO 歡迎收看 HELL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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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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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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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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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在珠海其實總共有五塊地 第一塊就是已經交了樓的南光大廈 第二塊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現場的這個南光拍案 還有第三塊 也是在今晚有航新城和萬火合作的一塊地 最近還有兩塊地就是上個禮拜剛剛拍的 總地價去到14個億 其實你可以看出的 我們中國的房企一個節奏 去到現在第四季度 每個房企想辦法回款收錢 但我們南光在做什麼 想辦法花錢 因為說得膚淺一點 我們是非常有錢的 我們是營運著整個澳門百分之九十七的民生 所以我們的財務狀況是非常健康的 綜合剛才所說的 我們現在我們將要面對一個怎樣的發展商 是一個擁有72年發展底蘊 一直受到中央支持和關懷 一個非常純正紅色背景的一個外國央企 同時也是財務狀況非常健全的發展商 呈現出來的一個產品 對我們的日後業主來說是非常有保障的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的發展過程非常低調 因為我們不是說那些 為利是圖的房企 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我們一直在做服務社會 服務人民的這樣的角色 這個就是關於我們南岡的一個故事 這邊的話我們再看看我們的地圖 這裡是一個區域圖 上面會非常清晰顯示了我們整個區域的情況 首先說說 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當然就是我們的珠海 我們珠海 其實珠海現在目前是處於我們大灣區 西岸一個很核心的一個樞樓點 在16年的時候 國務院將我們珠海定義為大灣區西岸的核心樞樓城市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的 隨著這個港珠海大橋的通車 深中通道 深珠通道等等 這些關於大橋的一個規劃和動工 還有這個城軌網絡的一個完善 各大的一個交通 我們的這個高速公路的一個連通等等 令到我們由於有非常好的地理位置 成為了大灣區的一個交通樞樓 再看看我們其實我們城市內部 整個珠海是怎麼去劃分的呢 整個珠海主要分為東部 和我們西部兩大部分的 東部就是以鄉州做主體 也是一些關口的地方 另外西部 西部的話其實你可以看到的 西部主城是現在整個珠海最核心 最重點發展的區域來的 它主要分為兩大部分 一個是今晚的航行新城 和我們這一邊的湖心新城 我們現在項目所處的位置 就是我們西部的核心板塊湖心新城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們整個片區 是以一個怎樣的定位出現呢 是以珠海最移居城市 最移居片區的一個定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可以看看我們的數據 整個佔地的話是1135萬平方米 這個面積相對有多大呢 相當於澳門本島的大小 比它還要大一點 澳門本島是900多萬平方米 是的 那麼在這個片區裡面的話 我們配置了非常之豐富的一些配套 包括了有27間學校 有12間幼稚園 8間小學和4間中學 那麼有四大的一個商業廣場 有30萬以上的商業配套 那麼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我們的生態方面 我們這個人居環境是非常之好的 裡面有4個濕地公園 12個體育公園 1個體育館 是的 我們有超過170萬的見面 是用於這個改善人居的 另外還有公共服務配套方面 因為這麼大的社區 我們規劃的人口容量 是達到15萬8人的 所以我們也有57萬的 一些關於市民的公共服務配套 那麼還有一個大型的 一個西部醫療中心 是一間三甲醫院 它落成建設之後 我們這裡的配套密度 將會成為全珠海最高的 所以我們將它定義為 珠海最移居的片區 是的 再看回我們具體的一個地位 我們南岡 我們現在項目的具體位置 對於整個片區來講 是非常之有利的 我們最靠近 我們西部一個主要的一個核心道路 湖心路 出入很方便的 另外對於交通 對於整個珠海內部來講 現在目前珠海內部 是有超過400億的交通基建 同時進行的 尤其很近我們的這個鄉海路 是的 我們距離只有幾百米 我們亦都是整個片區裏面 距離最近的樓盤 我們通過這條鄉海路 回到我們東部主城區 只需20分鐘而已 非常之方便的 這條鄉海路 連著湖心路 再搭上珠海大道的話 是將整個珠海 東西部連在一起的 形成了一個連接的 是的 我們再看回我們區內的一些 具體的配套 在我們項目的北面 和我們無縫連接在一起的 就在我們樓底而已 就是珠海最大的一個濕地公園 幸福河濕地公園 是的 它的佔地面積的話 是超過32萬方的 即是32公頃的 而且裡面有一個 非常之大一個水生態的一個湖 我們項目的話 是片區裡面 唯一一個獨享 這個水生態景觀的樓盤 所以我們天時地利人和 都是佔盡的 沒錯 另外從價錢上面來說 我們屬於一個非常之低樓的狀態 整個珠海整體 它現在是怎樣的價錢呢 橫琴的話 其實我們的住宅 已經是過6萬一個方的了 即是5千多元一尺的了 灣仔 或者我們一個主城區 臨關地區的話 普遍都是4-5萬一個方 超過4千元一尺的 那我們的主城區 一些核心的學區 或者核心的一些 生態的一個人居範圍的話 去到6萬元一個方的 那海皮的話 沿海皮的話 分別都會有4-6萬不等的樓價的 好啦 所以我們整個東部 非常之飽和的 還有樓價是非常之高的 現在目前我們珠海 主要的一個購房方向 都是往西部去走 西部呢 都有分的 你看到航空新城 其實是了 由於它起步比較早 現在它的樓價已經過3萬元了 那相對看來講 我們西部的 我們這個西部主城的一個核心板塊 湖心新城 目前的整個片區均價是2萬上下而已 是處於全個珠海最低窪的一個地區來的 所以無論從投資角度 居住角度 剛需或者是自住 還是養老大度假都好 我們這裏都是最適合的一個購房區域 是的 整體的一個區域情況是這樣的 接下來呢 我們看看我們的項目了 好 是的 首先我們轉個圈看看 我們在一個項目規劃的全景 很多商業包圍它 是的 我們到處的配套是非常之完善的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項目 這個是我們整個總規的一個沙盤 那方向是怎樣看的呢 這一邊這個角是東邊 然後南西北 剛好東南西北四個角 所以我們整個小區的一個朝向 都是正東南向的 是一個45度正東南向 非常之好的朝向 整塊地的佔地面積就說有3.5萬平方米 那我們建築密度是非常之低 我們的容積率只有1.7 我們的超寬流間距是超過40米的 整個小區只有665戶 所以我們的密度 裡面的居住環境是非常之舒適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純圓林 沒有底箱 也都沒有配件 沒錯 是一個純住宅的 所有的一樓造成了一個架空層 是作為一個飯會所 一個休閒區給我們業主使用 區內的配套非常之齊全 包括有400米的一個環形跑道 有兒童遊樂場 健身的一些場所 乒乓球、羽毛球場 中間還會有一個陽光的書巴 設置了兩個陽光書巴 瑜伽的草坪等等 全部應有盡有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整個配置來說 我們這塊地可以說是用得非常之奢侈的 非常之奢侈的 我們現在手推出來的 是哪些產品 我們現在在哪個位置 我們過來這裡看看 我們現在售樓部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四棟 四棟是作為售樓部的 我們手推出來的就是我們收樓部的隔離這個五號樓 隔離就是室地公園 是的隔離是室地公園 我們五號樓的一個項目定位是作為一個景觀房 沒錯 因為我們前面正東南向是整個小區的沿林景 我們的背面是可以虎南整個室地公園的 即北向是室地公園 是的 尤其是我們正前方這個水生泰的一個大湖 是我們片區裡面只有我們項目可以享受得到的 這個水生泰 室地公園嘛 顧名思義沒有室地 怎麼叫室地公園呢 是不是 那麼我們片區裡面唯一一個 擁有這個100年不變的永恆景的樓盤 因為前面沒有遮擋 沒有任何遮擋 我們跟它的直線距離只有幾十米的 中間有一條平華大道 一條四車道的一個內路 所以相當於我們的室地公園就在我們樓下 是的 跟我們的圓林裡面是沒有區別的 所以我們這個等於我們第二個圓林 一前一後 我們是一個我們現在推出的產品的話 是一個360度環視取景的一個產品 環視取景 沒錯 我們等一下 陽晚間都會看到的 我們無論是圓關入戶花園 廁所 廚房 還是房間 陽台 全部都是可以取景的 有些地方是取我們的圓林景 另外一些部分的話是取我們的一個 室地公園的壺景 所以是非常之美的 那什麼壺形可以看到這個壺景呢 我們89平方三房兩廳兩圍的 這個壺形是一個橫廳設計的 一個超級大氣的大橫廳 03和05這兩個壺形的話是可以看到我們濕地公園的景觀 03和05 沒錯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產品就是 正東南向看圓林景的就是我們0102 這個75平方的三房 75平方三房裏面都是非常實用的 它是正東南向看我們全圓林的景觀的 我們手推出來的產品就是這兩個壺形 明白了 接下來我們去看看我們的示範單位 我看示範單位之前還有一些問題上品牌 我們這邊的話的均價大約是多少錢一平方 現在我們賣的均價中層的話大概去到2萬元左右 2萬左右 那它是大裝修的嗎 大裝修的 在裝修膠樓標準方面其實是非常之高的 包括我們用的一些品牌 例如我們的一些消毒碗櫃 抽圍煙機 爐台等等 我們都不是用國產品牌 我們是用方太的一個國際品牌 那廚具方面都是用歐派 那好像結具 例如馬桶 洗手盆等等 我們是用德國的維保 所以我們整個整體的交流率是非常之高的 還有我們在很多細節上面 是非常之為業主考慮的 例如我們會做了一些飛碟的 等一下其實陽晚間都可以看到的 因為細節是說不完的 那我還想問一問我們何時可以交流 我們交流時間的話是2023年的 2023年年底? 我們最後一批交流會在年底的 如果工程進度快的話 肯定會提前的 距離現在其實還有一年多 一年多 那我還想問一下 我們香港人去置業的情況下 你的手續是怎樣去辦理? 其實很簡單的 因爲我們現在是開通了澳門直貸的 可以做直貸的? 沒錯澳門直貸 香港人和澳門人都可以做的 那只需要滿足是你有身份證 還有有回鄉證 就可以做的了 那我們現在做到的利率 都是非常之優惠的 那我們在澳門國際銀行的話 可以做一個雙幣總的貸款 做澳幣的話是2.85的一個利率 如果是做港幣就是3.0的一個利率 那相比其實如果我們直接做大陸的話 你是省了一半的 很多一大半 是啊省了一大半的 那到時的話 那網簽是不是就寄籤給香港人 都可以呢? 其實過程中如果我們是做認購 和做這個按揭的審核上面 其實都可以是做寄籤的 但是最後一部網簽呢 其實都要回來的 因爲一定要在我們當地的網簽機關 裡面去做網簽 但是其實認購 申請按揭等等過程呢 都可以不用來的 都可以採用寄籤的方式 其實手續是非常之簡單的 那我還想了解一下 到時物業是用我們南光子公司 還是用外聘的物業呢? 物業方面其實我們考慮過的 因爲我們現在的一個項目定位 是作為一個高品質的一個純住仔 所以我們現在是選擇了 全國連續十幾年排第一的萬科物業 哦有萬科的 沒錯 萬科物業在我們國內來說是 說一不二No.1的物業公司來的 是 都不錯的一個物業公司 那到時候的話呢 它是集體一次性交付 還是它是分批次一動一動交付? 到時候為了這個居住環境和一個質量 我們是整體交付的 哦這個很好 沒錯 不需要擔心我住進去 旁邊正在建房子或者裝修 因爲首先我們其實都是一個整體精裝交付 所以後期交付的時候呢 是直接可以使用到一個非常之好的人居環境 嗯 那大門號是在哪一個位置? 大門口的話在這一邊的 我們主要有兩個主出入口 和四個人行的出入口 那這裡見到 是的 見到我們一棟和十二棟之間 就是我們到時候我們樓盤的一個主入口 對著就是那個魚園 我們其實後方的話呢 我們後方的話呢 會有一個大型的商業街 是一個上海魚園 是的 那這裡也是一個車行入口的 那麼在我們二棟和三棟之間的話呢 也都有另外一個車行入口 哦 這裡有一個車行入口 那麼其實人行入口的話呢 在四面都會有的 都會有 沒錯 那整個小區呢 是人車分流的 我們小區裡面的話是不行車的 全部在地下的車庫 那它到時的車位配備足不足夠呢 其實車位配備方面不用擔心的 我們現在早期的業主的話呢 是一定可以買到車位的 而且我們的車位呢 只是給我們業主買的而已 外人是買不到的 所以這方面是不需要擔心的 明白明白 沒錯 我看到它的沙盤 剛剛呢 你也說漏了 原來它有一個中軸的大的圓林 對 很漂亮 這裡看得很清楚 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是 我們整個小區裡面 圓林的一個叫做 中間的一個圓林大道 對 很大 那邊又有一個草瓶 沒錯 這兩個是我們作為一個 公給業主用的一個儒家草瓶 因為現在 沒錯 因為現在很注重這個養生 對 修身養生 沒錯 所以裡面其實 整個圓林設計的話呢 是很為業主去著想的 沒錯 還有一件事不太明白了 講完這件事我們就去看示範 好 我們這個位置呢 是四棟的 我們現在是一個售樓部來的 日後我們交樓之後呢 這個位置是作為我們一個社區中心來的 社區中心 到時候一些居民的辦事處 或者是這個居委會等等 都會在這裡設點的 居委會 沒錯 即是說這裡是日後供給我們 是作為一個居民服務的一個場所 配套 沒錯 配套的一個場所 OK明白了 很感謝林先生的熱情講解 我們上去看示範單位 好的 我現在就在五棟這個實體的示範單位 這裡 到時買就是買這個五座 所以可以感受一下它實體交標的一個標準 在哪裡 我現在這個位置的話呢 是它的公共的走廊部分 電梯位 對出來的地方 這兩個是電梯 這裏是一個走火的通道 我們是一個兩梯五戶的一個設計標準 整個洞裡面的話 五戶只有兩個尺寸 一個就是我們這邊的75平方的三房 那邊就是我們89平方的三房 都是三房的設計 各有不同 這個是我們膠樓的標準 大家可以看看 這裡的話膠樓是非常之高標準的 有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其他項目是沒有的 我們進去感受一下 來到這裡的話 這個是75平方的三房兩廳一圍的設計圍形 75可以做三房其實已經算是比較實用的了 你可以看到這兩戶都是 一進來這裡到時有個防火門 接著就分開兩戶 我們看到的話 它的贈送是非常之多的 有三個飄窗台是全贈送的 即是三間房都有飄窗 大家到時可以做塔塔米 還有客廳這個位置送了一半 陽台部分 這些位置有一半是沒有送的面積 即是實際上 基本上送的已經可以說 全個陽台的尺寸都是送的 進來後可以看到 到時這些都是我們的實際膠樓標準 這個不適用 是我們的指紋密碼鎖 到時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可以看到 我們的客廳和飯廳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感受到整體的空間感是非常之強烈的 到時的話 我們這個LKD一體化 即是我們整個空間的 是根據科學性的分區 所以一體化 感觀是非常之舒適的 一個新的名廁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廚房部分 廚房 相對有少少 比較難轉身 不過到時你站一個人都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兩夫妻想要一起合作 這樣煮這頓飯有點困難 我們看看 這個位置到時是我們有名窗的部分 還有我們這個可生宿的水龍頭 一個大的升盤 這些位置到時是我們的天然氣預留的管道 已經是裝好了 還有值得一提 我們廚房雖然小 但是我們的樓樓標準是非常之高的 我們的方態的抽油煙機 我們的爐灶 還有我們的消毒碗櫃 還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我這麼保證 很多樓盤一定是沒有的 他會在這些收納空間裏幫你做這些 這個是什麼來的 對 放我們的碗碗碟碟的地方 是不是很細緻 超級細緻 我覺得做得很好 下面全部都有 你自己做的話 相對來說會比較麻煩 還有價錢也不便宜 但是它是配合這些樓盤 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收納的空間給你 把你的水墊錶都藏在裡面 味觀很多 是 看看他們其他的 這些櫃圍 收納的空間 我們上面有我們的秋風 我覺得這一點是不是很細緻 是 這個位置是我們預留的冰箱位 還有我們飯廳 現在放了一個四人份的一個餐桌 到時候這個位置你還可以 有這個位置給你放到酒櫃 我們的這個廳位 很寬闊 這一半 這一半到這裡 它有一半的面積是送的 我們的景觀陽台 超南向 我坐一幫很足 這邊 這邊就靠近我們的護心路 可以看到護心路很多的樓盤 很多項目現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 我們看看房間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三間房是並排在一起 中間的過渡位是非常少的 所以實用性是很強的 這邊的話是我們的主人房部分 兩間的客房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乾濕分離的一個衛生間 大家可以看看 你的鏡櫃也是我們的一個膠標 我們先看一下正主人房 升盤 那邊的話我們也知道 這是膠樓的一個標準 有一點一定要跟大家講一講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三合一的暖風機 包括照明、秋風和暖風的效果 交易標準就很高 每個房間都是帶採光鏈 每一個房間的話 它都是有一個飄窗台的 自帶的一個採光面 大家可以看到 陽光直接是透著進來的 拉了窗鏈都當不住它的光 非常光猛 到時候這個你可以參照它 這樣做這個塔塔米 然後這個位置就做貴位 這個房間 它面積相對會小一點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書房 或者是琴房 回客室、茶室 各種的多功能房 如果是比較少人住的話 這裡其實也可以做一個投影房 也沒問題的 電影房 Jimmy一說到這個就很興奮 我們這裡的話 同樣它有一個飄窗 其實你可以做一間小小的B房 也是OK的 三房的設計 畢竟它只有75庭房 可以做三房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這間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部分的話 我覺得是很懂得去利用這個空間和面積 這個梳妝桌加電視櫃 再加我們這個儲物櫃的組合 我覺得真的 神奇 對呀 很棒 你看它的空間利用得非常之好 這個櫃還不是一層過 下面還有呢 真的做得很好 還有一樣大大的飄窗 可以看著我們的圓林的中軸部分 因為這個位置看著就是我們的中軸圓林 很漂亮 它現在放的這張床是一個小床 到時其實我們可以不做三邊下床 我們兩邊這樣的話 少一個床頭櫃的位置 但是空間就會大很多 可以放米8的床 或者你到時連這個飄窗 放兩米大的床都不成問題 這個75方感覺怎樣 Jimmy OK的 挺實用 實用性很強 那我們去看看我們的大圓林的89 這三間並排就是我們的89平方 其中的話 單邊位置這兩個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的公園景觀 在房間裡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是我們89平方的戶型套 它同樣有很多飄窗位 看到嗎 超多 全陣送的 我們的廳位的話 是送了一半 楊台加廳位 這裡送一半 送的面積都比較多 值得一提 因為我們這個89是三房兩廳兩位 並且是橫廳 橫廳設計會形 比較罕有 我們進去看看 其實我除了比較喜歡這個橫廳設計之外 有一點我也是覺得它很吸引 就是它有很多通風的空間 我們的窗台非常之多 大家可以看到 一入門這個位置 它就已經有一個飄窗台給你了 對著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鞋櫃位 其實到時候的話 你可以坐著在那裡換鞋 平時打開窗口可以通風 我們這個角度看過來 剛剛我可以看到我們整個的橫廳部分 廳位很大 是 你覺得這個戶型很熟悉嗎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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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 我們之前拍過的很多樓盤 它就是這種橫廳的設計 但是的話它都全部要去到九十幾 甚至上一百平方以上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現在你八十九都已經可以做到這個空間 所以我覺得它的戶型相對 真的比較實用 看來這一邊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廚房部分 因為廚房相對就會大很多 對大很多 同樣這個位置是冰箱位 但也只能夠放單門 如果到時候大家想要雙門冰箱 可能就要放在客廳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廚房 我們的家樓標準相對來說 是很高配的 方泰的這個抽油煙機 勞造 以及我們比較常規的 洗碗機 一般是消毒碗櫃 但我們這個是配有洗碗機 是不是很棒 這個東西要七千多元 沒有 還有 這些收納的空間 這些位置 這個消毒碗櫃在這裡 收納的空間 很多 這裡下面 整個我們的膠標 以及這個位置 放在我們的水標 電標 但它的位置大很多 到時候熱水的機器 都會放兩度 還有 我們看看上面的 收納的空間配套 我覺得真的很多 這個抽油煙機 感覺上也貴一點 還有 上面這個 是我們的 一個 抽風的系統 相對來說 配到比較高級 而且 大家可以看到 一對出來的 這個位置是我們餐廳部分 它做了一個六人份的餐桌 這個位置 同樣 它都是有一個漂窗台 如果我們這個窗台打開 以及鞋櫃部分的窗台打開 它是可以做到 藍不對流的一個通風效果 所以我們這個通風效果是非常漂亮的 還有我們這個飄窗 旁邊就是我們的陽台 以及我們這個客廳部分 如果想要有分區感更加明顯 這裡到時候可以做一個屏風 如果不想的話 直接這樣橫廳 看上去都很大氣 大家可以看看 這一部分 這裡開始到這裡 它是送了一半的一個空間 這裡一樣都是看我們的中族縣林 我們究竟在哪裡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公園呢 就是我們的房間部分 這裡由這邊開始 並排過三間房的設計 我們先由這邊看起來 這裡是一個乾濕分離的衛生間 在我們兒童房的部分 到時的話 這些都是我們的膠錶 這個大氣的膠錶 同樣我們這個浴霸的話 三合一的一個效果 它有我們的秋風暖風 和我們這個照明的一個設計 這一部分就是我們的兒童房 它就做了一個塔塔米 連著塔塔米 這裡已經有一米五的一個空間 我們因為現在很矮的 在二樓 我們一樓是一個架空層 在二樓 前面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配套 即公共配套 到時我們再選高一點的樓層 就可以看到這個公園 房間可以看到公園 這裡也是一間客房 但我感覺這間好像大一點 大很多 空間好像大一點 它這個位置可以放到衣櫃 大的位置 這裡放到衣櫃 然後這裡還有可以做一個梳妝台 或者書桌連到來這裡 這裡也可以做衣櫃 如果是做客房的話 那張床它因為是做了塔塔米 它下面 你看有很多收納的空間 它可以做到一米五的床 還有這個房間 跟剛才的房間一樣 高一點我們就可以看我們的公園部分 主人房 主人房是一個套間 其實對比於75的話 我覺得89應該會有更加多人的選擇 是 又橫廳又兩位 最主要應該是多一個衣櫃 最主要的景點也比較漂亮 對 不用欠廁 你看看我們這個衣櫃的部分 很大 它有兩個窗 兩個衣櫃的窗位 比較少油 我們這個衣櫃只有一個窗 我們吃這裡的軟浴區 有浴霸 就是那個暖風機 到時候洗澡的時候 冬天就不怕冷 尤其是現在這個天 我們看看房間 這裡放的床是米五的床 因為它做了三邊落床的效果 這裡就是擺放我們的衣櫃位 還有我們有一個飄窗 其實如果你要放到米八 甚至是兩米的大床 都是沒問題的 空間都是充足的 因為我們來看 還有很多 多餘的過渡空間 到時候 如果不買這個櫃 其實空間會更加大 這裡就是我們整體的 89平方的護形 我們兩個護形都跟大家介紹了 其實在護心路 現在大家的均價 基本都差不多是接近的 都沒什麼太大的一個區分 最主要是這個小區的護形 和我們小區的配套 大家覺得喜不喜歡 因為大家的價位和路段 其實地段都沒什麼太大的一個區別 現在我們這兩個護形 個人建議是比較適合投資 以及適合上車的剛需客戶 以及其實自住都是可以的 非常之不錯 很實用的一個護形 75和89可以做到三房 75就比較適合 剛剛首次置業的青年 或者是剛好結婚的新婚夫妻 到時候如果生了小朋友 三間房都一樣是夠用的 後期再支援 如果說小投資 這個首期比較低 就適合上車 最主要的一點是 我們可以做到澳門直塔 利息非常之低 89平方就更加適合 因為有一個橫廳 藍不對流的設計效果 以及可以望到公園境 想要景觀開闊的 就可以考量89平方 非常感謝大家 對我們這個頻道的支持 多謝收看 下期見 拜拜 拜拜